1995年12月18号的晚上9点钟 兰州市的市中心相当的热闹 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距离市中心不远的滨河路上 一辆吉普车正在飞驶 这是一辆警车 坐着三个中年警察和一个11岁的少年 开车的民警叫做刘晓东 39岁 时任兰州市公安局行政大队副大队长 后面坐着他的两个战友 兰州市公安局七里和分局 拱家湾派出所的所长杨顺欣 还有小溪湖派出所的副教导员陈连奎 副驾驶的位置上 坐着杨顺欣11岁的儿子杨威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这一天呢 是刘晓东妻子李精梅的生日 刘晓东邀请两个朋友带着孩子 一起去家里吃一个饭 自从干上刑警之后啊 刘晓东基本上没有给妻子办过一个生日了 即便是今天本来说好的七点钟 就接着朋友到家 然而白天又有案件发生 等刘晓东处理完工作 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多了 他赶忙开车呀 把这三个人接上 这时候已经九点钟了 当时呢 也没有手机 刘晓东没有办法通知自己的妻子 但是妻子呀 非常理解 也并不惊讶 知道刘晓东肯定 有事情要做了 16年来呀 妻子呢 早就已经习惯了 这种生活 刘晓东是陕西的延长人 当过知青 1979年 毕业于甘肃的人民警察学校 刘晓东从基层民警做起 踏实肯干 实苦耐劳 是一个工作狂 多年以后 兰州市公安局 前刑警支队政委胡卫兴 提起刘晓东还忍不住的赞扬 他长得高大魁梧 为人耿直 一身正气 做事啊 干脆利落 工作中思维敏捷 他永远充满热情 朝气十足 有一种 虎虎声威的劲头 刘晓东 不敢 不仅肯干 还能将这一份刑警工作 做得很好 仅仅1992年到1994年期间 他亲自指挥 并且直接参与破案的刑事案件 高达667起 其中 重特大案件 就高达325起 这样一个优秀的警察 自然也是一步一步的生实 16年内啊 刘晓东历任 敦煌路派出所的副所长 七里河分局刑警队的队长 兰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整个90年代 兰州甚至是整个西北的治安 都不是很好 各种刑事案件拼发 刘晓东这几年工作呀 特别忙 连续一两个月 不能放假 那都是长事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首数据啊 兰州三年内啊 破获的重特大案件 就有325起 也就是相当于啊 每年大概有100多起 对于一个省会城市来说 这个数字相当不少了 等于是啊 三天呢 就一个大案呢 这是什么概念呢 案件如此之多 刑警不但要不怕死 而且更要不怕苦啊 对于任何人来说 不怕死并不容易做到啊 但是刘晓东却做到了 战友曹军多年后回忆说 刘晓东啊 是一个真正的刑警 在和歹徒面对面的战斗中 他从没有畏惧过 硬是让那一个个亡命之徒 屈服在他的脚下 一次 他和几个战友 冲进了一个毒窟 毒贩子 见事情已经白露 曹启家伙过来拼命 刘晓东从容镇定 在鸣枪示警无效之后 立即开枪 一枪击倒了一个敲 挥敲过来的歹徒 一枪又激发了一个轮刀的恶棍 果断的处置 精湛的枪法 震慑了犯罪分子 没有人再敢动态一下了 刘晓东是一个有血性 刚烈的汉子 饥饿如仇 从不愿意放走 他眼中任何一个罪犯 每当遇到危险的时刻 他总是第一个往上冲 他常说 扔炸药包的事 我第一个上 谁让我是队长呢 相比不怕死 不怕苦 则不是刘晓东一个人承担 还有他的家人 尤其是他的妻子李精梅 作为警嫂 李精梅不但每天都要担惊受怕 还要忍受君嫂一样的孤独 家里的大事小情啊 几乎都有妻子一个人承担 而不是成日成夜不在家的丈夫啊 李精梅回忆说 小冬干刑警队长 常常回不了家 可一有机会 他就可回家看一看 给父母买一些他们爱吃的东西 帮我干一些家务活 和女儿上街转一转 跟兄弟姐妹们聊聊天 家里人就特别高兴 今天正好忙完了一个案子 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的机会 刘晓东自然要给妻子过一个生日了 9点20分 吉普车驶过了七里河黄河大桥 刘晓东开着车 和两个同事战友聊着天 大家都是警察 说来说去都是工作上的事情 说了好长一会儿啊 刘晓东打去的还对小孩杨威说 哎 你听我们说这些烦不烦呢 小杨威一本正经的回答说 我爸在家 整天也说这些 不是杀人的就是放火呀 我从小听着早就习惯了 有一次我写作文 就写了我爸说的这些事 把语文老师吓得 几天都没睡好觉 后来老师批评我爸 说怎么能向孩子讲这些东西呢 哎 听到小杨威的这番话 三个民警爸爸全部都哈哈的大笑起来 但是啊 分明在笑容当中有一些苦涩呀 开过大桥没多久 刘晓东突然发现 有一辆红色的架里出租车 很随意的停在路边 本来这没这么稀奇的 可能是司机在向常客收钱 或者司机下车撒尿 也没多想 刘晓东驾车 就超过了这辆红色的架里车 就在超车的一瞬间 刘晓东突然看到 下的车上滚下了一个人 头上似乎有血 不好 出事了 刑警的职业敏感 让刘晓东瞬间就意识到 这很可能是一起暴力案件 深夜从出租车上 推下一个头破血流的人 不是打架斗殴 就是武装抢劫出租车 可是刘晓东已经下班了 又是副大队长 一般来说呀 副大队长是不需要亲手抓人的 哎负责指挥部署就可以了 他完全可以将那个受伤的人送到医院 让部下去对付车里的歹徒 谁都知道啊 这会儿歹徒 戏人 打伤人 甚至是杀死人 一定不好对付 但是刘晓东从来不会不管 多年之后 刘晓东的妻子李经梅回忆说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不管什么时候 都履行警察的责任 在1983年的时候 我生下女儿的时候 我母亲来兰州照顾我 晓东看到我母亲很辛苦 就买了电影票 陪我母亲去看电影 在去看电影的路上 他遇到两个手持菜刀的人正在打架 他马上就冲过去 及时制止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然而当他和母亲赶到电影院的时候 电影已经演完了 我也曾经劝他 别干这个工作了 又忙又累又危险的 他不止一次说 他热爱刑警工作 他是不会放弃刑警这个职业的 这就是刘晓东的一贯为人 刘晓东发现前方有异常之后 向战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情况 两个战友也是优秀的警察 毫不犹豫的说 老刘 快追上去 十秒钟之后 刘晓东的骑捕车 掉过头来 向着下了一车 就追了过去 下了一车上的歹徒 反应也很快 他们看到吉普车的车牌 是GA62-0255 判断是警车 下了一车迅速启动 高速向前窜了过去 哼 想逃 能让你逃得了吗 从行侦大队副大队上 眼皮子以下逃走 想什么呢 两来车呀 开始进行了路上的追逐 下地车上的歹徒 驾驶技术 似乎不太高明 车子在路上晃来晃去 冲上了七里和大桥 准备驶入市中心 当了十多年的刑警啊 刘晓东的驾驶技术 那是非常不错的 吉普车在大桥上 猛他就超过了下地车 紧急刹车 拦在了下地车面前 停车的时候 后座的杨顺欣所长 和陈连魁副教导员 跳下车大声喊道 车上人 快下来 把手举到头上 他们从两边啊 包抄了上去 试图抓住车上的人 几秒钟之后 下了一车 突然猛烈的倒车 甩开了两个警察 杨顺欣和陈连魁见状 其忙飞奔追了过去 砰的一声 下了一车 退出去几十米远之后 重重的撞到了一辆面堤 车尾立刻被撞坏了 而下了一车上歹徒 不管扑顾 再次加速向前猛冲 对着杨顺欣和陈连魁就撞过来 两个民警见识不妙 急忙就向两边奔跑躲避 下了一车撞开民警之后 又硬生生的从吉普车旁边就挤了过去 糟了呀 这辆车还是要冲向市中心 不知道要干什么够当 他们敢于下车撞击民警 恐怕是背负大案的逃犯呢 如果歹徒是要去市中心做大案 那影响可就大了 无论如何 刘晓东决定一定要拦住他们 众所周知啊 吉普车的车速较慢 不容易追上下离车 滨江路距离市中心不远 刘晓东必须马上追过去 而杨顺欣和陈连魁 已经距离吉普车 有大概几十米的距离了 来不及让他们上车了 刘晓东一脚蒙踩油门 吉普车再次追了上去 双方追逐了几公里之后 刘晓东再次横车 就拦住了下离车 刘晓东对自己副驾驶 坐上的小孩 杨威大喊了一声说 喂喂 不管发生什么 你千万别下车 要躲在车里面 别让外面的人看到 知道了吗 最后刘晓东拔出手枪 推开车门 就跳下了汽车 这个时候下了一车 也停下来了 相距刘晓东 不到三米的距离 刘晓东又手枪 指着车内的人 力声高喊 车里的人 快点出来 手冒头 不然我就开枪了 下一秒钟 让所有人震惊的事情就发生了 刘晓东 刘晓东赫然发现 夏立车里的两个年轻歹徒 竟然举起了两支 五六式的冲锋枪 还没有等刘晓东 反应过来 两名匪徒 隔着窗子的枪挡风玻璃 猛烈的开火了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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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发最恶的子弹 密集的扫射过来 刘晓东 根本来不及反应过来 两个人 隔着车前的前挡风玻璃 就已经乱枪射中 刘晓东 刘晓东身中 十一枪之多 当场牺牲 见到刘晓东叔叔 被坏人开枪打倒 车上的少年杨威 大惊世色 完全忘记了刘晓东的嘱咐 杨威用力推开车门 试图去扶起跌倒的 他的叔叔刘晓东 这个时候 下了一车中的两个年轻歹徒 也是高度的紧张 他们看到车上又下了一个人 认定肯定是警察 顾不上多看 他们又掉转枪口 对准了孩子 猛烈扫射 大大大大大大大 杨威 身中气枪 也倒在血迫之中 失去了 年轻 稚嫩的生命 随后带头加速撞开 拦路的吉普车 继续向前开去 然而撞击 导致了下了一车 转向系统 出现了问题 车子失控 一头就撞上 迎面而来的卡车 这会儿歹徒 已经红了眼 又开枪 将卡车司机给打死 至此 他们已经连续枪杀四人 随后 他们劫持了一辆 路过的小车 仓皇逃窜 十多分钟之后 兰州市公安局 行政大队的 真纪人员 领导 就迅速地赶到了现场 可惜 刘晓东 早已牺牲 他倒在血迫之中 手中还握着代谢的手枪 刘晓东 牺牲的时候 还不到四十岁 留下了妻子 和年仅十一岁的女儿 1996年1月 公安部追受刘晓东同志 一级英模的称号 省政府追认刘晓东同志 为革命烈士 什么是人民英雄 刘晓东就是 身为高级警员 仍然敢于和歹徒正面交锋 他在哪个国家 都是英雄 刘晓东牺牲之后 他的妻女 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独生女呢 是广州市公安局 天河分局指挥中心的 一名警员 哎呀 现在呀 刘晓东 遇到了这一起暴徒 敢于在市区枪杀警察 又持有军容的冲锋枪 这在全国 都是罕见的 但那包天的歹徒 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这两个家伙 叫做丁宁和乌涛 是人民解放区 甘肃兰州某部的战士 这个案子呀 尚没有被解密 这两个小子 在部队当中究竟是 做什么的 不为人知 只能通过一些资料 知道这个大个子丁宁是主谋 据说是山东青州招来的兵 这次重大事件之后 青州的老乡呢 都被这个丁宁坑得很惨 从此呢 兰州军区对青州的兵没有好感 入党提干 很多都没他们的份 原则上 也是尽量的少接收 12月18号下午 丁宁和乌涛 从部队的枪库 盗取了两支 五六式的冲锋枪 四支 五四式的手枪 子弹 一千多发 以及刺刀等物 逃出军营 他们在军队中 没有杀人 或者是伤人 这些呢 哎 有没有杀人 伤人这些呀 其实呢 没有公开的记载和资料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两个小子逃出军营 就立即劫持了一辆 下了一车 强迫死机 开往兰州 试图在兰州做大案 但是究竟要做什么案子 同样呢 没有资料记载 看到他们的德行和凶残程度 似乎这两个人是不想活了 据有关方面推测呀 这两个人是想学田明剑那样 持枪 闹大事 寻死啊 车子开到兰州市区的时候 下了一车的司机 也知道事关重大 拒绝 继续前进 叮咛 无涛见状 毫不留情 直接就用五六式的冲锋 枪将司机活活打死 杀司机时候 又略动驾驶的大个子叮咛开车 到了黄河大桥附近 距离市区就很近了 两个歹徒怕遭遇警察的港手 就停车将司机的尸体给扔了出去 谁知道 无效不成书 副大队长刘晓东正巧路过 看到他们在抛尸 随后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追逐和枪战 丁宁和吴涛毕竟是军人 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 枪战能力绝对不弱于90年代的警察 其实当时的警察呀 训练的比较少 刑警一年之中的也打不了几发子弹 何况两个人手中的还是冲锋枪 但靠刘晓东的一支小手枪 那是极难对付的 打死了刘晓东和另外几个人之后 丁宁乌涛又劫持了一辆汽车 进行逃窜 发生了这种枪战 肯定是全市震惊 警方会立即部署行动 丁宁和乌涛不敢再去兰州市了 转而逃往甘肃的平梁市 车子开了几公里 狡猾的大个子丁宁认为呀 不能继续坐这辆车前进了 又劫持了一辆皇冠轿车 哎 遇到了一个司机 王灵霄 是一个兰州的生意人 这哥们儿啊 可不简单呢 走南闯北 颇有见识 常年做生意 王灵霄啊 曾经遭遇过歹徒 被人抢过几次 被冲锋枪顶住的时候 王灵霄啊 还是吓得半死呀 差点都吓尿了呀 也是啊 这种场面谁见过呀 那是真枪啊 冲锋枪啊 谁不怕死啊 上车以后 吴涛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监视着王灵霄开车 丁宁呢 坐在后座 用枪就顶住死机 被劫持之后啊 这个王灵霄很快的 就稳住了自己的心情 心说 我想办法啊 他装作服从两个人所有命令 还借机和两个人攀谈 哎 这哥们儿适合做刑警啊 做谈判专家呀 一开始的丁宁和吴涛是一语不发 而且还对他怒吓 不准说话 开好你的车 然而王灵霄顺利的连续冲过几道公路的关卡之后 这个丁宁和吴涛就逐渐开始放松警惕了 认为这个王灵霄已经被吓破胆了 那个大个子丁宁很凶 吴涛呢 相对来说啊 还比较温和 这个吴涛呢 就和王灵霄啊 聊了一会儿 哎 感觉这个王灵霄和他聊得很投缘 两个人聊得很happy 丁宁和吴涛虽然凶恶 毕竟啊 只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 社会经验还是有限的 可是老江湖王灵霄啊 相当能说呀 口若悬河 哎 还故意说呀 什么自己讲义气 最招呼兄弟 道上也走道 混过 哎 让这个两个歹徒啊 有点懵圈 竟然对这个王灵霄 有一些好感了 后来 吴涛说 你就好好开你车啊 到了地方 我们呢 就放了你 我们和你无冤无仇 不会随便杀你 话音未落 丁宁也接着说 你看到了吗 我呀 这是冲锋枪 我们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 也不在乎多杀你一个 你要是不听话 我马上打死你 到时候可不要怪我们 王灵霄一听啊 赶紧说 哎呀 两位小老弟啊 我有天大胆子 也不敢和你们作对呀 什么事啊 你们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家里好八十岁老母亲 还有七八岁的孩子呀 求你们呢 两位老大呀 高抬贵手 千万放过我一马呀 表面上王灵霄一直在失落 实际上王灵霄啊 一直在寻找机会 想要逃出升天呢 只是当时已经是深夜了 甘肃的国道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车辆 现在是前不着村 后不着地 就算王灵霄冒死跳车 逃不出去几米呀 就会打死在地呀 每次过关卡的时候 叮咛呢 就会在后座 用这个冲锋枪 隔着座椅 顶上这个王灵霄的后背 只要王灵霄敢胡说一句 估计性命难保啊 就这样 王灵霄和这两个匪徒 相处了七八个小时 直到第二天 凌晨五点钟 车子就开到甘肃的静宁县 这个时候 丁玲啊 有一些睡着了 那个吴涛啊 也是半睁着眼睛 有些昏昏欲睡 王灵霄啊 哪里能够睡得着啊 他睁着眼睛 寻找一切机会 可能逃走了机会 这时候 王灵霄突然发现前面 有一辆警车 一瞬间 王灵霄 就想出了主意 他突然踩了一脚油门 皇冠车 砰了一下 就和前面的警车 追尾了 前面警车措手不及 开出去几十米 这才停下来 这边 车上的吴涛和丁宁 就被惊醒了 但是王灵霄 哇操 老江湖啊 有办法啊 王灵霄 立即装作很吃惊的样子 就对这两个人说 两位老弟 不好了 刚刚有个警车追我 把我给撞了 估计是发现你们了 我这个人呢 最讲义气了 你们两个快跑 我来对付警察 你们看 那路旁边 就是撞下地 你们逃进去 就是来一百个警察 也抓不住你们 快跑 快跑啊 卧槽 丁宁和吴涛 刚刚惊醒 头脑还有一些蒙圈呢 一看前面 确实 有一辆警车 顾不上多想 就被这个王灵霄 给忽悠了 迅速拿起枪 拿起子弹 跳下车 飞一般的 就逃入了庄家地 下车的时候 这吴涛还晕头晕脑的 对这个王灵霄说呢 老哥呀 你真想义气呀 我会记住你的啊 这时候 叮咛顺手啊 拿走了王灵霄的 一件皮夹克 一件灰色风衣 和二百元钱 等他们钻入了庄家地 死里逃生的王灵霄啊 感觉浑身发软 瘫倒在架势座上 这时候 他才发现呢 前面那辆啊 根本就不是什么刑警的车 而就是一辆当地监狱的公务车 车上只有一个 社会聘用的司机 而那个司机压根 都没摸过枪啊 王灵霄赶紧赶到 静宁县的排出所 进行报警 周边警方立即 全力设洽拦截 宁夏的德龙县 仅靠着甘肃的静宁县 是歹徒最有可能经过的地方 歹徒已经下手套窜了 他们又明知道警方会设洽拦截 理性推论呢 歹徒啊 很有可能 会在静宁县 赶用其他交通工具 比如说 长途汽车 用来逃亡 这边啊 德龙县公安局派出所的所长 王鹏李 立即部署 封锁任务 王鹏李 和刘晓东 是同学 也是39岁 不过 作为县城派出所的所长 王鹏李啊 就没有刘晓东 那么威风了 他平日处理的事情啊 都是谁家丢了牛 谁家丢了三车车 谁家男人又酗酒闹事了 只是偶尔啊 也会接触一些比较严重的案子 王鹏李回忆说 94年 县城下属的官装乡 姚套村 连续发生了几起歹徒 蒙面入室 强奸 留守农妇的案件 那对于小小的县城来说 那已经是大案了呀 农村妇女呀 一般都很要面子 之前被强奸的六个人 事后啊 都没有选择报警 等到第七名妇女报警的时候 百徒已经作案多时 死无忌惮了 接到报案的时候 恰好是王鹏李家里有急事 四天前 妻子啊 突发急性的蓝尾炎 紧急的就送到医院做手术 这个时候 手术呢 刚刚三天 妻子刚能下地 还没有拆线呢 王鹏李家在农村 亲戚朋友都不在县城居住 他只能每天亲自就给妻子去送饭 然而接到报案以后 王鹏李呀 被迫丢下妻子不管 一头就扎进了案子里 妻子每天只能自己呀 在医院呢 买饭吃 还要拜托这个病友啊 帮忙打饭 甚至是出院呢 都是他媳妇啊 自己走回家的 本来呀 蓝尾炎手术后一个月都要以休息为主 但是丈夫王鹏李 为了案子 直接住在了局里 妻子只能担任了各种家中杂物 经常累得是伤口剧痛啊 看着别人家丈夫围着老婆转 有吃有喝又有汤 王鹏李妻子觉得非常的委屈 常常忍不住的泪流满面呢 话说经过一个多月的追踪 蹲点和抓捕 最终王鹏李抓住了持刀 枪奸犯 案件侦破之后 王鹏李回到家 恼火的妻子一礼拜呀 都没跟他说一句话 哎 有点扯远了哈 言归正传 接到通知之后 王鹏李带着多名警察 还有武警 克强实弹 驻守长途汽车站 那么到底 要怎么抓捕这两个匪徒呢 王鹏李呀 别看是一个经常 这个找牛找狗的小警察 小片警 那可不是菜鸟啊 他经验丰富 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两个歹徒都是军人 手持长枪 很难对付 如果擅自让民警和武警 去硬拼枪战 胜算呢 并不算大 即便打赢了 军警肯定会有较大伤亡 得不偿失啊 况且呢 汽车站附近呢 是大量的无辜的民众 光天化日之下 一旦发生枪战 冲锋枪子弹乱飞 还不知道会伤了多少人呢 飞到万不得已 不要开枪 要尽量无声的 接近抓捕 王鹏李命令几个民警 都不要穿警服 而是穿着便装 手枪藏在口袋里 在汽车站来回的巡逻 使长枪的武警战士 则负责在较远的地域 巡逻待命 避免打草惊蛇 晚幸的是啊 发现吴涛和丁宁的难度 并不大 两个人的照片 已经由军队迅速的 就散发到了 甘肃宁夏的各级警方 主毛丁宁身材非常高大 魁梧 长相特殊 很容易辨认 另外 他们身上带着长枪 王鹏李得到的情报是 歹徒的五六式冲锋枪 是木托 没有办法折叠 那么 只要歹徒不将冲锋枪丢弃 带着这两支枪 就非常显眼啊 根本不可能逃过警察的眼睛啊 8点40分 从静宁县开来的长途车 缓缓的驶入了龙德县长途汽车站 一些乘客开始上下车 穿着普通大衣的王鹏李和其他民警 都装坐在等车 眼睛死死的盯着下车的乘客 突然 王鹏李 眼前一亮 刚刚下车那小伙 长相裤子无涛 他似乎穿着 被抢司机 王灵霄的那件皮夹个 左肩呢 明显的高出了一截 哎 王鹏李觉得 高出那一截可能就是冲锋枪的枪托 五涛将冲锋枪藏在自己的皮夹壳当中 一截枪管塞进了裤子里 弹霞被迫取下藏在口袋之中 哎 王鹏李觉得发现目标了 抓不抓呢 不能抓 为什么呀 王鹏李觉得 现在还没有发现 另一个匪徒叮咛 抓捕乌涛 必然会惊动 躲在暗处的叮咛 叮咛如果突然持枪扫射 那么 就会爆发激烈的枪战 后果 难以预料啊 王鹏李就默默的跟在吴涛的后面 同时打手势啊 让其他民警呢 暂时也不要行动 全力的寻找另一个匪徒叮咛 这边匪徒吴涛也很警惕 没有急着走出汽车站 而是在四面乱看 没过多久 突然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大个子小伙子 就走到了吴涛的身边 哎 这个会不会是匪徒叮咛呢 身材很像 但是戴着口罩 不能确定 再一看 这个小伙子肩膀 也是高出一行 很可能 也是藏着冲锋枪啊 同时 两个人 都是穿着草绿色的军裤 这就更像了 然而呢 不彻底确认 就是这两个人 就不能随便的抓捕 王鹏李暗中 连续打手势 民警和武警们迅速的就靠拢了过来 跟着两个歹徒就走出汽车站 也许是跟踪的人多了 丁宁突然发现情况不对 他对吴涛大声喊道 不好 好像有便衣 快拿枪 同时啊 丁宁啊 将手啊 伸入到了衣服里 这是要掏冲锋枪了吗 到了这种地步 没有第二种选择了 必须要立即抓捕了 王鹏李立即高声喊道 快抓人 随后他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死死的就抱住了高大的丁宁 当时啊 天气很冷 每个人呢 都穿着厚厚的衣服 丁宁为了遮挡五六式冲锋枪 将枪藏在大风衣里 弹匣呢 则是被他取下 藏在了口袋里 仓促之下 丁宁根本就无法拔出长枪 更加无法迅速装弹 他被王鹏李 一下子就扑倒在了地上 丁宁见到 拔不出长枪 迅速的就将手啊 伸向口袋里 去掏那把五四式的手枪 丁宁快 王鹏李更快 丁宁的手刚一动 就被王鹏李用力抓住 伸不进口袋了 几秒钟之后 两个民警一拥而上 将丁宁死死的就压倒在了地上 身材高大鬼无的丁宁 不甘心就这样被捉 还在拼命的踢打 口中大骂 我操 三个民警合力 竟然一时之先制服不了拼命的丁宁 万幸的是啊 武警第五支队队长 何海军已经赶来增援 旁边的群众啊 也是七手八脚的过来帮忙 哎 老铁呀 别说那个年代呀 群众的正义感 真是强啊 一个人哪里能够斗得过这么多人 最终叮咛 被生捉活捉 戴上了手铐 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支五六式的冲锋枪和两支五四式的手枪 还有大量的弹药和刺刀 其中一支五四式的手枪已经上了堂 随时都可以打响 在丁宁被抓住的同时 吴涛并没有坐以待毙 吴涛只有二十岁 年轻反应快 发现丁宁被按倒在地 他立即向前飞奔 同时伸手去掏口袋当中的那把五四式的手枪 好在民警李军等人呢 早就已经盯上他了 吴涛刚刚跑出去不到五步 就被民警从四面八方扑倒在地 吴涛奋力的抽出手枪 对准一个民警就要开枪射击 李军眼明手快一脚就把手枪给踢飞了 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 就将这个两个歹徒生擒活捉了 犯下如此重罪 丁宁和吴涛自然是死路一条 而捉住两个歹徒的王鹏李 李军等民警也受到了国家的奖励 王鹏李指挥的战斗小组被国家公安部授予集体一等功 他本人也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 获得宁夏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的提名奖 王鹏李从警38年 已经在2017年退休了 回顾从警的经历 王鹏李诚恳的说了一句 我做的一切都是身为警察应该做的